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有关于Google地球这个部分 那么现在的话呢 书籍原则上你应该可以看到的主要就是我们 有一位这个高中的地理老师 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是廖正顺廖老师 他好像是2016还是2012就开始出了 这个叫地理克梅交的试 那他连续出了1234 总共有四集 那么你可以到我们的伯克来 或者是线上的一些那个电子书都有 这四本我都有买 因为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把地图跟我们的 包括数据跟历史做结合 事实上蛮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这个廖老师他很好玩 他从我以前看到他的第一本 他就把很多的这些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包括新闻的事件 然后或者像我们的疫情有没有 以前我们之前疫情开始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全球的 每一个国家每天多少人多少人有没有 好那像那样子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在地球上 这样直接显示出来 其实就很方便 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把很多的资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整理 就看起来更有效率 所以这个也蛮鼓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书其实都不贵 而且你去图书馆一定借得到 真的 好你看 这里有没有都两百多块而已 那有合集的 那其实呢我其中有一本 我也是买二手书所以网路上也有二手书可以买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先跟他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在台湾好像介绍这种Google地球的书很少 真的好像只有我们调老师那里信调就介绍比较多 其他的真的就好像比较没有看到那么多 好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个呢要跟大家介绍的 可能有些人也许有看过他的文章 这个呢叫做电脑玩物 他有介绍很多 就是像Google地球的系列 那Google地球其实他也有介绍 那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对于一些 不管是网页版的或行动专制版的 你想要把地图应用在你的生活上的 很建议大家可以来找找这个电脑玩物的站长 那他当然在做这个所谓的时间管理 专案管理这一块也是他的专场 做笔记啦这些很多 那么他因为他有介绍非常多这些地图的一些相关的应用文章系列 那我把他的连结在这边都在这里 所以你在简报的第三页呢你点下去 你都可以从这边把他的相关文章找到 那这个是也是我从他那边学到很多有关于这些 不管是Google地图啦Google地球的应用 那他主要最多的还是以Google地图的系列最多 那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就还蛮好玩的一个工具 那我自己这边其实现在呢老师也有经营部落格跟YouTube频道嘛 好所以呢我上面也蛮多文章 那么之前我在2019年那时候去就是嘉一大学 所以刚好是讲这个Google Earth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写了大概应该有七八篇以上吧 就是完全针对Google Earth这一块 因为在台湾网路上介绍Google Earth的好像也没有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其实是蛮好玩的啦 就是这一块啊你就可以参考看看 所以如果网路上你要找到有关于Google教学的 可能我的这边应该会比较多一点 那另外呢我自己在Google地图上的应用啊 其实我会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我自己就有所谓的研习地图 那这个虽然不是Google Earth 这是类似Google地图的有两个 那你看我打开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 所以我还蛮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整理的 好那你进来 一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上面这里 有我的研习地图我在哪里 平常呢我们 会用像这样条列式的你去整理 可是这种条列式的整理其实 有它的优点 但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都是字 所以视觉画上面在看比较不是那么好看 那这个呢就是Google地图的哦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Google地图 不见得每次都只用别人的 所以如果你有出去玩 你想要做记录 比如说你环岛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你自己的Google地图的环岛旅行啊 那你看我们在这里的话 好在这边哎最远你就知道老师走到这里 点下去有没有 左手边哎我这里呢就会列出我在这个地方 他所开过的课有哪些标题我都会列在里面 所以我会像这样 然后呢这个地方 离我们南投很近 人类高农是目前全国最高的学府 好吗 哈哈 台东我去的比较少一点点 因为这个呢就跟各位现在一样 我是用线上的哦 眼距散客只是很早2017年那时候就开始在线上了 哎不是疫情之后才开始那这种的方式呢就是利用Google地图 所以其实老实讲我们今天虽然主题上是以Google20为主啊 但是其实说真的Google地图这些也都是什么就是地图的应用 所以严格来讲今天我们是来看地图应用的 好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哦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就是地图 加上什么资讯对不对 好但是呢 这样子其实你并不知道 知道什么时间 你只是进去看有没有哦我点到哪一个才知道 但是呢其实地图如果再加上时间 哎又可以更好玩哦你看我把这个打开 好 像这这一个我也是从电脑网路站长那边看到的 然后我就把它拿来应用 好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在哪里来的家的家 在这里 哎在努力中 哦有有有有出来了 好一样你也是看到地图对不对 然后左手边也看到资讯 可是差别在哪里 你看它的下方 你要把它打开一下 有没有发现下面有时间轴 然后我把我的那个打开一点 现在太多了哦通通挤在一起了 这个研习 太多场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下方这里 是不是就有什么 时间啊 那我可以点到哪一个 哦这是2020年的 所以我点到哪一个哎我就看到了 点到哪一个 有没有 这个是中台的 点到这边 点到这边 圆铃的 所以我不只是只有看到 出现在哪一个位置 他的基本的资讯 我还可以知道 从这边 我可以这样脱衣一下 哎 过来过来 好这里有南华大学 哎有一段时间没去了 有没有 这样子我的搭配上时间轴 这样子又让我的资讯更丰富 所以这些啊 其实都是我自己本身 现在就有在用的这些东西哦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那么另外像我在写部落格的时候 哎我也有时候会用到 这个Google地球 为什么呢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虽然看起来 嗯你应该觉得标题 跟我们今天主题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哎 因为我在这个瑞城国小 当环保志工 我礼拜二都会去 就是今天 哈哈 哎已经去十年了 我当环保志工 我都做人家不要做的 哈哈做回收 那 因为呢 他的那个位置其实 我们那个 环保小木屋的位置已经有改变了 哎我们在学校是一个那个 我都早上去啊 所以 礼拜二早上我 大部分我 我礼拜二都不会排客 除非像这种晚上或下午的 不然大部分我都会排开 那 你看哎我就会去找 历史镜头 哎像各位你可以知道 像这个 我们 Google地球就有历史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给各位看那个 回顾有没有 我们常在看很多的这些 环保议题啊 还有现在的 地球暖化议题 是不是要 长时间的观察 那 Google 地 应该是Google地球 他大概已经快要几年了 快要40年了 他帮我们记录了很多 就是Google 应该说地球的改变 不管是人文的历史的地理环境的 整个把它记录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缩时摄影的方式 来看到地球 这么多年来的改变 那因为 是用视觉化方式呈现在你面前 这样子的说服力就会比较够 不然大家都没感觉对不对 北极熊有没有在那边 你也没有感觉啊 好 那我在这里 有没有 你看像这里我就是找那个 Google 地图跟Google地球上面空拍的 他那个照片呢 你看 我们以前那个小木屋是在这里 然后后来搬家搬到旁边这边来 所以呢 我下面这里给你看一下 有没有 两间小木长的一样啊 两个一样的 那这个呢 我就可以很方便的用它 不管是Google地球 或者是Google地图 他们都有提供类似这样的功能 那我就可以把它拿来做比对 就很方便 我们那一间叫做新乐园 叫新乐园 所以里面我们还有像我都还有借书给他们 借漫画书 我们之前都放在里面 现在都让他们拿回去那个教室里面看 就其他同学也可以这样一起看 好 所以还蛮好玩哦 在里面做蛮多实验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先跟大家 简单分享一下 其实地图 并没有你平常上地理课那样那么生硬好吗 都可以在你的生活上 好好的去发挥一下它的功能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没有就帮我们送个爱心吧 好 感谢我有收到好多爱心的 OK OK